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强盛,美国在最近这些年对中国的遏制、打压也变得越来越常态化,甚至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已经把遏制中国、妖魔化中国当作一种表达自身政治正确的手段,在美国这么多直接搬到明面上来的敌对行为,使得中美关系直接降入冰点。 虽然最近美国名流政客频繁访华,但中美间的关系依然没有转暖的迹象,外界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何美国要如此针对中国?要知道,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世界一流强国。 而其近代的崛起也从来不是伴随着侵略和殖民,中国一直主张对话与和平,美国又为何如此忌惮中国呢? 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曾一针见血地表示,美国之所以针对中国是因为他犯下了原罪,这是美国无论如何都无法容忍的,事实是否如英国学者所说的那样呢? 美国又做出过哪些针对中国的举动呢?以使未尽,可以吃星涕,以人未尽,可以明德诗,欢迎订阅老海说史。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观点中,中国犯下让美国针对的原罪,就是我国有着自己独到的理念。 建设现代化强国不是西方国家,却拥有独特的文明、实力和价值观念,其实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经济便开始同飞,如今综合国力以及国家各方面建设都达到了一个非常优秀水准,而且还将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发展下去。 总结一下,中国如今的综合实力已经发展到让美国感到忌惮的水准了,而且如此强大的国家竟然不是来自于西方世界,如果放任中国继续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或者现如今已经开始对美国全球霸主的地位产生威胁了。 即便中国没有这样的主观意识,或者根本没有与美国争霸的心思,但实力达到了,影响力自然而然也会随之上涨,而且中国一向是一个极具外交智慧的国家,在原本经济实力不发达的时候,就能够在国际上撬动足够的影响力,如若我们综合实力超过美国,那么我们的国际影响力肯定也会远高于他们英国学者发表的这个观点到底对不对呢?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他的确讲出这件事情的根本,但从国际利益关系方面来看,这位专家说的却不对,因为他把美国针对中国的原因,或者说是中美关系降至冰点的原因,归结于中国的发展,这句话在欧美看来没什么大毛病,但在国人看来却非常的扎眼。 为何美国如此针对我们,错误却要归结于中国的崛起强大,中国崛起强大在西方人眼里竟然成了原罪? 从这个观点,就不难看出欧美联盟态度中透露出的傲慢偏见,中国发展是必然的,中国的强大也是必须的。 这不是任何国家能拿来针对中国的理由,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一直都是崇尚和平,呼吁和平,同时中国也是寻求合作,愿意与世界各国共同进步的大国,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开放谦逊的态度,才让中国成为了当前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同时也正是因为秉持着这样的观点,才让中国可以在改革开放数十年里实现经济的飞跃,就因为中国的崛起。 可能会改变美国如今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影响他们收割全球财富,美国就把中国当成头号大敌。 公然对中国进行遏制和打压,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心态,是毫不讲理的强盗逻辑。 而英国学者所抛出的中国原罪论更是不对劲,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让国家有着更好的未来,却成了原罪。 放到哪里这样的道理也是说不通的,中国的发展没有错,但中国的崛起必然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毕竟整个地球就这么大,头部资源非常有限。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以美国为首欧洲为辅的欧美联盟,占据着世界头部资源,早早迈入发达国家。 享受着这些头部资源带来的福利,美国近些年为了遏制中国崛起,到底做了哪些举动呢?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国对中国贸易方面打压尤其严重,事实上,从中国全面发展,并且有了世界上最为健全的工业体系之后,中美贸易逆差就在逐年扩大。 为了扭转这样的贸易逆差,美国政府对中国进口的大量商品加征关税,在关税起不到太大作用之后,更是脸都不要了直接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 最近几年,遭到美国制裁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多达1300多家。 第二,美国在高新科技领域对中国企业进行技术封锁和制裁,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美国对中国实行的芯片禁运, 包括美国政府联合欧洲对华为实行的制裁和打压,还有在抖音进驻美国后,美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其抢取豪夺,大量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国的制裁和技术封锁下,失去进军全球的机会,也错过了飞速发展的时期。 第三,在国际社会上频繁挑起舆论战,想要通过抹黑中国宣传中国威胁论,往中国身上泼脏水等方式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 意图挑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敌对,像这样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疫情期间,欧美政府不停地利用疫情抹黑中国,企图将疫情政治化,欧美媒体在国际上频繁宣传中国军事威胁,恶意抹黑中国解放军,还频繁拿中国人权问题以及台湾问题做文章,都是欧美媒体和政客的惯用伎俩。 第四,通过挑起地缘政治冲突遏制中国的发展。 美国在挑起俄欧冲突后便把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了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沿海的东亚地区,美国在背后操控日韩以及菲律宾等小地,频繁在地缘政治上挑起与中国的冲突,同时还一再利用台湾问题频繁挑战中国底线,就是让中国深陷地缘政治冲突当中无暇顾及发展。 甚至在中国发展最为关键的时刻,或者是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超越美国的时候,不惜在中国周边挑起局部冲突,以达到将中国拖入战争泥潭,限制中国发展的目的,中国主张和平。 而美国对于中国的示好却不屑一顾,他们只想自己强大,只想着自己国家的利益,只要有利可图,他就要做,但只要妨碍了他,他就要制裁,即便是出发点是一样的。 也不行,2020年,中国新冠疫情的肆虐让美国人看了一场笑话,他们坐在自己的国家幸灾乐祸,但随后不久,他们国家也遭遇了同样的场景。 面对这些,他们才开始慌了,开始手忙脚乱地收拾,但对自己的无能为力,他们就索性直接摆烂,连管都不管了,开始对中国破口大骂。 说,中国是最早出现新冠疫情的国家,认为中国是发源地,应该向国际负责,这种契机败坏的行为,倒像是美国的作风,但这种抹黑人的方式,未免也太过于低级,新冠疫情最先是在武汉,当时的武汉在举行军运会,然后国家运动员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所以,新冠疫情的肆虐中国同样也是受害国,美国一直都看我们不顺眼,也一直都针对中国,难道真的有人不明白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国在建立之初,就强调,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 但世界上社会主义的国家也有很多,那美国为啥不针对他们?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不足以给美国造成威胁,或者说美国不认为他们有威胁,从这几点不难看出,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崛起,无所不用其极,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就知道,中国虽然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但我们却从来不惧怕封锁和竞争。 事实上,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如今在对待中美关系上的看法都是极其片面和极端的,中国的崛起虽然势不可当,但中美双方除了对抗之外,合作共赢才是更为恰当的相处方式。 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产生威胁,反而会为推动全人类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美国也只有想明白这一点,才能让中美关系回到正常状态。 中国的希望是全世界大家一起发展,合作共赢,才会长久走下去,但美国不想,它想自己仍是世界霸主,主导全世界的地位。 他认为,世界上总要有一个主导国家,而且世界就那么大,资源也就那么多,我国的强大,对于它的霸主地位造成了威胁,那就是不行。 如今,我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必然趋势,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美国这几年的发展,在内部斗争的情况下,想必大家也清楚,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 毕竟共同富强才应该是一条可行之路。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